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脸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李子柒爆红的底层逻辑究竟是什么 二 李子柒人体表现 数据来源于Socialbook 而在它的商业能力价值中 平均视频的观看量就高达1537.4万的好成绩 我们看了非常多的网红乃至明星的数据 能做到这个量级的 真的可谓两只手鼠的过来 由于它目前还没有结果任何海外的推广 因此对于广告商的效果 目前还无法估算 但我相信在海外想与它合作的厂商也是非常的多 李子柒商业能力 数据来源于Socialbook 历史观看量排名前四的视频 分别是19年1月31号年货小零食 18年10月9号的调视频 18年9月25日的竹沙发 19年8月11号的罗氏粉 看着视频都想流口水了 李子柒观看量最大的视频 数据来源于Socialbook 而她的粉丝画像男女对半 粉丝中最多的来自美国 占底25% 其次是中国 英国 俄罗斯 比利时 印度 丹麦 韩国 法国 科威特 当然还有俄罗斯 东南亚一群国家 整体的走势也非常的健康活力 而且增长速度依旧逊满 李子柒粉丝画像数据来源于Socialbook 2018年11月26的视频 为她带来4700万观看增量 19年8月11号的视频 为她频道带来9100万观看量 而19年9月6号的视频 为她整个频道带来了9976万多的观看量 将近1亿 李子柒视频观看增量数据来源于Socialbook 而粉丝增长也有一个量的飞跃 除了18年11月26日的视频带来53万的粉丝增长 2020年1月20日的内容 也为她吸引了88万粉丝的增长 一个视频吸睛了她十分之一的粉丝量 由此可见 李子柒的未来潜力依旧巨大 说她目前已经疲软 甚至在走下坡路还未是上涨 她未来还有很大的粉丝上涨空间 以及很高的粉丝互动粘性 李子柒粉丝增量数据来源于Socialbook 为什么李子柒能火 想出海捞美金的中国博主不在少数 在李子柒之前 办公室小野的成功 甚至参加录制了油管年终回顾视频 这是一个巨大的殊荣 分立正一个博主 是真的在一年之中火到不行 才能参与类似的回顾视频 如果说办公室小野 是第一个成功在海外吃螃蟹的中国博主 而李子柒的出现 似乎带动了越来越多中国博主出海的热潮 她的成功 归咎于几点原因 第一 不跟分 有自己的独特性 李子柒的视频内容放在国内都是一股清流 而海外类似博主 就更加少之又少 你可能会问 DIY的博主在海外数量最多 但是能够自己从种植收获再到下厨做饭 从一粒种子的故事开始讲起 甚至很多视频都是耗时一年才拍摄的 有这样能力和这样的毅力的人 虚指可数 第二 中国元素 中国元素 其实在海外一直都是深受外国人喜欢的 讲中国人自己古老的文明故事 中国人自己的文化背景和特色 中国功夫 都是有趣而有内容的元素 中国国主出海 做成海外大众化的内容 并不会让大家觉得你有什么不同 但是将中国自己的文化很好的讲出来 的确会吸睛 因为太少有人会讲 能讲中华上下五千年的民族智慧 而讲的生动不反感 就是讲故事人的智慧 第三 内容质量佳 言语不繁琐 李子柒非常成功的一点 就是安安静静 潜移默化的就让你进入了他的世界 两年间他上传了108个内容 内置并不算多 但是每个质量都是纪录片的质量 在这个颜值至上的世界 你怎能不会对他的内容 爱不失手呢 而他更聪明的就是不交流 认真做事 细致的阐述 每个事情发生的过程本身 你自然会去探究他的生活 自然会对他产生好奇 中国国主出海 如果我们能讲流利的英语 拉近彼此距离再好不过 但是如果我们英文并不好 也没有关系 安安静静让大家了解我们 会有不一样的效果 第四 反差效应建立反差 好奇营销 李子柒就做了一个很好的反差 美女干农活 现代社会却在乡村扎根 而对于奶奶的亲情 对于粮食从物到有 也更能勾起大众 对生活的一切来之不一的感触 我们或许有太多苦难 但我们依旧也可以生活美好 更宝贵的是 越来越多的中国国主 将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 在海外讲述更好的中国人的故事 也是未来我们更加期待的 点击就学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